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安 我們今天上課的單元是 陳實論發句裡面分為三寶論跟實論 三寶論是在解說佛法生三寶 那實論是在介紹當時十個主要的佛學爭論議題 我們今天上課的是實論裡面的第四個議題 在陳實論第26品次第品以及第27品亦十品 這兩品是在探討到底是四地見線觀還是四地頓線觀 那我們上一次上課有講到四地見線觀的主張者 各位還記得嗎 茜就是代表前進 茜就是代表劍次一個接著是和arg's 一國去掉落基本 一个的意思 那这个是在讲这个 见道的部分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修行者他在 见道的时候 他是从苦地开始 然后 再来关见极地 再来关见灭地 再来关见道地 那这个是一个 决定的次序 就是说苦极灭道 这样的一个次序 是一个决定的次序 他不会是极苦到灭 那为什么说是苦极灭道呢 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苦嘛 就像我们知道自己生病了 然后呢我们进一步才要去追究这个苦的原因嘛 生病的原因 所以我们知道极地 所以苦 先知道苦 然后再来去追究苦的原因 这个叫做极 那 再来呢是把这个 苦和苦因都灭了 灭了之后才能确定说 我现在的这个道路是正确 就是说当你达到那个成果的时候 你对于你曾经走的这条路 你获得了一个十分的确信 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所以呢这个 对于真理的一个直接的提论 他的次序是这个样子 苦极灭道这是一个决定的次序 所以这是四帝 建宪观的说法 那主张者 主张者 主张者包括 友部 金部 还有独子部 另外还包括一个比较少为人知的派别 叫做暗达罗派 从目前的文献里面看到呢 就是这四个 有部 独子 部 金部 暗达罗派 那 顿线观 什么是顿线观呢 他是说这个四圣地在一刹那全部关键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 这四圣地怎么样在一刹那全部关键呢 这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南传上座部清静道论里面 他的这个说法是 见任何一地 就可以见到其余三地 比如说 修行者 他见苦地 那其余三地 极地、灭地、道地 他也可以通通知道 同样的如果修行者他见的是极地 他当他对于极地呢 就是说他产生的这个无间等 产生的限观的时候 他同时呢也能够了解 苦地、灭地、极地 这是一种说法 就是说 以其中一地 就可以见到其他三地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 法杖部还有诚实论的说法 他们说 见灭地 就是说 不像清静道论讲 随便一地就可以 他是针对灭地 他说 见到灭地 就可以见到其余的三地 他说 唯有这个 见到灭地 灭地就是 五蕴通通灭掉的这个涅槃境界 见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才能够灭烦恼 才能够得到 才能够见到 所以呢 四地 顿宪观的主张者 我们讲说 南传上座部 那在 以前的这个 文献里面 把它称为赤童叶部 还有包括了这个 陈时润 法杖部 又译为谈吾德部 还有包括了大众部 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所讲的 主张 见宪观的理由 那在佛 这个佛教的这些 论书里面 他要 做这个论证 他是根据 根据教证和理证 教证就是 根据经文所说 理证就是根据道理来推论 第一个教证这个我们已经很 很熟悉了 我们在课堂上解说这个经文很多遍 就是禅陀经 禅陀他的疑惑 就是说 如何有我 而能够知见无我的涅槃 所以他对于这个我 他产生的疑惑 阿难就转述 佛陀对 迦瞻言的说 这个说法 人关见世间即 世间就是指五蕴 关键到这个有违法的 这个生起 就可以灭除无见 无见就是指这个对于众生的断见 认为说 没有众生或者说只有此生没有来世 关键世间灭 关键这些有违诸法的泄灭 就灭除了有见 有见就是常见 认为有一个常恒不变的我存在 那见现观者呢 他根据这个经文 他说 这个见到极是灭无见 见到灭是灭有见 所灭的这个 见解 所灭的不同 可见这个 能灭的这个 极和 这个灭 他也是 彼此不同的 这个是 见现观论者 他的一个 根据经文做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论述 所灭不同 所灭不同 所以极灭 两 恶相各自不同 那他这里的意思是说 由于极相和灭相是不同的 因此观见极相和灭相的心也不同 不能在一刹那 顿见四地 不能在一刹那同时就看到四种圣地 看到极地的时候就 不会看到其他的地 看到灭地的时候也不会见到其他的地 再来第2个教证 这个经文 也是常常在不同的经里面出现 就是在描述这个修行者 他 见到的时候 见到的一个情况就是 能够了知 所有极相 都是灭相 这叫做离构 获得法眼镜 也就是正得出国 那 见现观者在这里 引用这个经文 他是要表达说 先看到极 再看到灭 所以四圣地不是在同一刹那看见的 再来呢 又引用经文 立智慧之人 见次舍诸恶 有如炼金师 能离自身垢 我们上次上课 介绍了 这个 经文 这个炼金师辟育的出处 也就是 杂阿含经第1246经 那经文 他把这个修行者 他修行定的一个过程 他用这个炼金来 辟育 他说炼金师 他这个 他首先要从这个一堆泥土中 掏出金砂 所以他把这个 这个泥土 砂石 放进水槽里面 用水来冲 首先他把 第一次 他先必须要把这个 刚硬 这个坚硬的这些石块把他过滤掉 那坚硬的石块就是比喻 十种不善业 这是他先做了第1次这个 涛金的功夫 第2次涛金呢 他是要把这个初杀过滤掉 初杀就是比喻三恶绝 三恶绝呢 预绝 这里翻译 惠绝害绝 或者翻成欲绝 撑绝 脑绝 那第3次呢 他要把这个 细砂 黑土 把他过滤掉 那细砂黑土 就是比喻修行者 他要除去 清理绝 仁仲绝 升天绝 清理绝就是对于亲友的这些种种的意念 仁仲绝或者 又翻译成国土诀 在陈时论里面的解说就是说 想要去寻求一个 好的国土来修行 想要或者说 想要到处游历 升天绝就是指说 修行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解脱 而是要 将来投身到天上当天人享乐 所以这个叫做细构 像时不善业这是非最粗糙的嘛 接下来就是这种 这种欲望啊 想要撑 欲望以及这种 撑怒啊 想要脑害 众生的这种 这种 这种意念嘛 再来就是 再来的这种 比较维系的啊 就是 去关心亲友啊 然后呢 或者说将来想要投身天上啊 那 还要进一步啊 把这个善法诀 诀就是询的意思啊 思维的意思 善法诀也要把它除掉 在这个善法诀啊 它被比喻为 看起来很像 这个经的这个 维构啊 四经 四经为构 要把它去除掉 所以啊 功夫做到这里这个 生经就显现了嘛 那接下来要开始 去淘炼 用火来烧炼 那 这是在用火烧炼是比喻这个修行禅定啊 那讲到这个 在烧炼的过程中啊 这个生经烧的 不不软啊 然后 驱身 去拉扯它 就会断裂 没有办法 制成种种的器皿啊 这个是比喻说 呃 比丘在 就是修行者在修行禅定的时候啊 被 被 这个 就要加行所妨碍 被他的努力所妨碍啊 啊 上 上一次上课 我有跟各位也提过 我忘记是哪一位禅师讲的 他说其实这个修行啊 呃 这个叫做不努力的努力啊 不努力的努力 所以就是 呃 精进和懈怠之间 要拿捏的这个 刚刚好啦 就是说你如果 过度的话 过度的 精进的话 你反而会得到反效果 所以不是有那个弹琴的辟喻吗 那个琴的弦啊 应该 如果你太紧弹出来的声音不好听 太松弹出来也不好听嘛 所以必须要自己 去掌握这个松紧度 那这里讲到说 呃 修行者他会被 他的这个努力所妨碍 所以啊 他没有办法入定啊 那再来讲到说这个 呃 在烧炼神经啊 终于把这个神经啊 把他烧软了 他在拉扯他的时候 不会断裂 那这个是比喻 得到这个 如果我看这个经文啊 因为 讲到说 后面讲到说 黎珠绝冠 得第2第3第4禅 所以我会 理解说啊 把这个 神经终于烧炼 柔软啊 可以 可以屈身啊 这应该是 只得到了出禅 那讲到说 这个 神经变柔软之后啊 可以任意把他做成 种种的器皿 我看这个经文这里啊 我是认为说他是比喻说 可以 指这个禅定自在啊 就是你想要录第几禅 你就可以录第几禅 乃至于说 可以证得 六种神通 所以这个是 经文 以 炼经的历程 来比喻修行者 他修行 修习禅 他先怎么样先 除去自身的这个购览 然后才能进一步 进一步的去调整啊 然后才能够入定 所以 经文讲的这是一个 剑刺的过程啊 他要舍去自身的购览 他是 一个剑刺的过程 先从最粗糙的开始 舍弃 然后呢 再来是叫细的 更细的 然后呢 相似的 看起来是善法的 这些都要把他舍弃 那如果烦恼是 剑刺舍弃 就说这些诸儿烦恼是 剑刺舍弃的话 同样的啊 在见四圣地 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 剑刺而见 一个接着一个 赤地见到 再来第四个教证 根据的是 漏进经 漏进经说 能知见者 则猪肉得以除灭 得以灭除 行者不能自知 每天所灭除 几分烦恼 由于常常休息的缘故 因此得以灭除 猪肉 有没有觉得这个经文 有一点熟悉呢 讲到说行者不能自己知道 每天灭除了多少烦恼 各位 有没有回想起我们 在哪一部经里面有读过 俯科玉经嘛 修行者手拿 就是说这个工匠手拿着斧柄 他不能知道 每天磨损了多少 多少部分啊 可是当纸痕显现出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这个纸痕显现了 所以其实这里的漏进经 因为我去查经了 在 中阿含经里面 确实是有叫做漏进经 可是中阿含的漏进经讲的是七漏 七漏以前我们上课 也有讲过啦 像什么 有的漏是从箭所断 有的漏是从修所断 有的漏是从防护所断 其实中阿含经的漏进经是讲七种漏 那这里的漏进经 其实就是 各位刚才所讲的 俯科玉经 因为我又去查了一些 这个 重经目录里面讲到啊 这个漏进经啊 他是出自 杂阿含经第十卷 俯科玉经也是杂阿含经第十卷 所以我这里应该这个漏进经 就是俯科玉经 建道他能够断烦恼吗 那 建道能够断建货 那既然经中讲说这个烦恼是慢慢断的啊 所以啊在建道的时候啊 这个建 所建的这个四圣地啊 他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关键的 接下来第五个教证 在四地中能生 眼智明会 这个会 大部分是译为绝啦 眼智明绝 各位看到眼智明绝 有没有回想起说 那正是哪一个经文啊 我们 前几周才读过 看到眼智明绝好熟悉 到底是出自我们读过的哪一部经文呢 转法轮经 转法轮经是我们在讲 建一地品 建一地品是在讲这个 建灭地得到 这个部分啊 第一份讲义 里面我们有附入了转法轮经 地点大家知道 是在路野院嘛 那佛陀啊他是我们讲说 他初次说法是三转法轮 第一转叫做 四向转 四向转我简单的讲就是说 四向转就是要 显示这个四圣地啊 所以啊 就是说他四向转内容就是 此苦圣地啊 此吉 此吉圣地 此灭圣地 此道圣地 这个是在讲 见到所正四地 第二转叫做劝学转 劝学转简单讲就是说 他是在讲这个修道所见四地嘛 所以他的内容是 此苦应骗之 此吉应永断 此灭应作证 此道应休息 那在经文里面啊 他讲到这个四圣地的重要性啊 那在经文里面啊 他讲到这个四圣地的重要性啊 在经文里面啊 他讲到这个四圣地的重要性啊 佛陀自己说啊 他说如果我对于四圣地 三转十二形象 不生眼智明觉的话 他就不能够 赠得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因为他对于四圣地啊 三转十二形象 升起了眼智明觉啊 所以他才赠得这个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这个四圣地有说这个是 整个佛教义理的纲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在 学习这个佛法的 义理里面啊 我们要去 掌握这个 这个骨架 这个纲要 如果能够掌握 这个纲要啊 就可以避免 见树不见灵 这样的一个过失 那听到佛陀 三转这个 十二 这个四圣地三转十二形象 吴比丘之一的 焦成卢就正得法眼镜 也就是出国 那在经文里面佛陀两次问焦成卢 你知道法了吗 回答说已经知道了 所以呢被称为是 阿勒居灵或阿勒焦成卢 阿勒就是了解了悟的意思啊 然后呢接着就是 这些天人啊就赞叹佛陀转法轮 那我们那时候在讲 建一地品 第一份讲义的时候啊 我们 有 因为以前我在读转法轮经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要两次问焦成卢 你是否已经解了啦 所以在这个大皮婆沙润里面 第182卷 看到了 这个答案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要那么多次问焦成卢已经解法 第一个啦因为欣慰啦 总算有人见到了 第一个是因为欣慰 第二种解释啊 为了要 止息焦成卢对佛陀的 诽谤啦 各位还记得佛陀那时候 他得到之后啊 他特别去鹿野院 为吴比丘说法 吴比丘远远看到他的时候 不是彼此共襄商议说 不要起来迎接他吗 然后因为受到佛陀这个 这个 庄严怡荣威光的影响啊 吴比丘不由自主啊 就起来啊 帮他接水啊 迎接他 服侍他啊 但是啊 他们都直接 称呼佛陀的名字嘛 叫他瞿坛啊 等等的 直接称名道姓啊 那当佛陀告诉他说啊 你对于这个 你成正觉者啊 你称呼他的 直接称呼他的名姓 这个是有 损害你们自己的利益啊 那这个吴比丘的反应啊 既然是说 你舍弃了苦行啊 你又去洗澡啊 又吃好吃的东西啊 你的个性泄漫多求啊 你这样的说你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啊 谁会相信啊 所以啊 这个时候 所以说 他们因为有前面的一个这样的缘由嘛 当佛陀说法使娇诚如见到之后 佛陀三番两次的问他 意思是说 那你认为我是泄漫多求吗 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 所以这个是第二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就是这个 忍露仙人和歌力王的一个故事嘛 各位还记得嘛 忍露仙人是 佛陀的过去世 那歌力王是谁啊 就是焦陈炉嘛 结结割结身体我记得是什么 两耳啊 两耳也有吧七个地方嘛 手脚 然后 两耳还有鼻子 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搁结他 每个他一次就问他说 你是修什么的 然后对方都回答说我是修忍辱的 所以啊 那时候啊他就 发了一个誓愿说 将来成佛啊 不用对方的这个请求啊 就是要度化他 所以这个是 他两次问他是指说 他已经实现了 过去世对这个 过去世的这个誓愿 这是第三种解释 第四种解释是说啊 佛陀两次问焦陈炉 是为了显示啊 佛陀啊他善于说法 可以使焦陈炉在 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 第五种解释是说 这是为了要鼓励其他四个比丘 使他们也能够像焦陈炉一样啊 很快的 迈入 很快的啊就能够见到 第六个啊是为了要显示这个 这个 佛陀跟佛弟子的书胜啊 就是说 佛和弟子啊 确实见到了真理 这跟外道是不同的 外道是为政说政啊 自己并没有灭除烦恼 却以为自己已经灭烦恼了 这个是为政说政 叫做真上慢 所以 我们刚才讲到了 既然讲到眼智明觉 顺便就把我们之前讲过的 转法轮经的内容 稍微简略的复习 然后针对为什么佛陀啊 多次问焦陈炉 是否已经截疗法 我们再做一个回顾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 眼智明觉 眼智明慧这个部分 还记得我们讲法轮经的时候啊 眼智明觉有部是这样解释 他用这个十六星来解释他 眼就是 下面的补充里面有讲到嘛 眼是法治人 智是法治 明是类智人 觉或者是会 他是类智 那法治是针对 欲见嘛 法治或法治人是针对欲戒 类智人或类智是针对色戒和无色戒 所以这个 见现观者 他就根据经文 他这样说 欲戒苦地有恶 也就是眼和智 色戒和无色戒苦地有恶 也就是明和慧 极地灭地道地也是这样 加起来就有十六星 苦地有眼智明觉嘛 四个 眼智明觉乘以四帝 四四十六 所以这里是说 四圣地是次帝以十六星来关键的 再来第六个教证 佛陀亲口说 见次见四圣地 就好像人 爬楼梯 次帝往上 经文附录在后面 所以请翻开讲义第五页 第二项附录的经文 扎含经第四百三十五经 这个 四三五经啊 在 这个南传的这个巴黎经文里面 没有完全相应的经文 没有 这个只有在北传才有 地点在 摄位国 奇数己孤独园 这时 虚达长者 也就是己孤独长者 前往造访佛陀处所 姬守佛族 与一面坐 对佛陀说 世尊啊 此四圣地是 见次无坚等 无坚等就是限官的意思 还是在一刹那 顿无坚等 在一刹那顿限官呢 限官就是对于 真理的直接认识 不是从 这个认识不是从这种 阅读而来 思维而来 不是 他是直接的体认 我们讲直官 佛陀就回答说 这四圣地 是见次限官 而不是顿时限官 就说在北传的经文里面 佛陀很明确的讲了 四圣地是见限官 不是顿限官 经文里面非常明确 佛陀就对长者说 凡是有人这样子说 与苦圣地 尚未限官 而与 比苦极圣地 苦灭圣地 苦灭道姬圣地 限官 这样的说法 不应就是不被接受 为什么呢 与苦圣地 尚未限官 而想要对 苦极圣地 苦灭圣地 苦灭道姬圣地 限官 没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其实这个经文 以前我们就有读过了 下面是辟语 我把它省略掉了 辟语是讲说 你取这个 很细的叶子 要把它 做成器皿 装水 这个水是会漏光的 你必须要拿这种 宽的叶子 来编成器 才有办法沉水 那是比如说 这个用细叶子 来编这个器皿 这个意思是说 你苦圣地 你没有限官 你后面的也不用讲了 再来是杂含经第436经 如同虚达长者所问 他刚才问 世帝到底是 见宪官还是顿宪官 有义比丘也问 义就是某位比丘 佛陀也同样的 回答 就是回答说是 见宪官 只有辟语有差别 在这里的辟语是说 就好像有 这个四个阶梯的道 他能够透过这条 这个阶梯 可以升到殿堂 凡有这样子说 不登上第1阶 而登第2、第3、第4阶 升上这个堂殿 没有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呢 要藉由第1阶 然后次第登上第2、第3、第4阶 才得以升上殿堂 同样的 同样的比丘 对于苦圣地 上位限官 而想要对苦极圣地 苦灭圣地 苦灭 稻基圣地 限官 没有这样的事情 譬如 比丘 凡有人说 以四个阶梯 升上于殿堂 要藉由第1阶 然后次第登上 第2、第3、第4阶 得以升上殿堂 应做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呢 要藉由初阶 然后次第登 第2、第3、第4阶 升于殿堂 有这样的事情 同样的比丘 凡是说 对于苦圣地 限官之后 然后次第于 苦极圣地 苦灭圣地 苦灭稻基圣地 限官 应做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呢 凡于苦圣地 限官之后 然后次第于 苦极圣地 苦灭圣地 苦灭稻基圣地 限官 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里是用 爬楼梯做批语 第1个阶梯就是比喻 限官苦地 你如果没有 限官苦地 你不用想说 后面 登上后面的 第2个 吉地梯 第3个 灭地梯 第4个道地梯 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 这个经文 南传里面也没有完全 对应的经典 所以 关于 建县官的经文 只出现在 北传的这个经文中 所以这里总共引了6个校正 接下来是理政 理政第1下 烦恼在 四地中有四种 邪 四种意邪行 特别强调 意邪行 因为邪行分身与意三种 身邪行就是 身所造的 比如说身所造的三种恶业 沙道淫 口邪行就是 比如说像四种 口恶业 望与两舌恶口其语 那意邪行就是指 贪 撑 还有邪见 这里讲到说 四地中有四种邪行 没有苦 没有急 没有灭 没有道 这个是邪见 那有所谓 正行 身正行 口正行 意正行 他跟邪行 刚好是相反过来的 既然有邪行 就有正行 意思就是这样 有邪行就有正行 所以有 无苦即灭道的意邪行 同样的也有这个 知苦 知疾 知灭 知道的这个意正行 这个是 从这个正行邪行相对 既然有这 无苦即灭道的四种邪行 反过 由此可知呢 也有这个 知苦 知疾 知灭 知道的这个意正行 第2个理正 行者 应与定心分别 此苦 此苦应 此苦灭 此苦灭道 如果在 赢念心中 怎能这样确定的分别呢 这里是说 在赢念心中 是不能同时去分别 此苦 此苦因 此苦灭 此苦灭道 他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 四圣地他是 赤地关键 而不是 意识关键 这个是见线观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看 顿线观的理由 刚才我们说过 主张顿线观的 包括了 大众部 法杖部 南传上座部 陈时润 我刚才忘了说 还有划地步 划地步也被称为 分别论者 刚才讲到说 顿线观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 见任何一地 就可以见到 其余三地 第二种类型 他是说要见灭地 见灭地 就可见到其余三地 那陈时润他是属于第二种类型 也就是 见灭地 其实这里主要是对于顿线观的批判 所以我们看第一点 你就是指这个见线观者 你说 关键事间即 则灭除无见 关键事间灭 则灭除有见 当之即灭二相 各自不同 这样的说法 便破坏了你自己的主张 如果这样的话 也不应以 十六星 十二形象得到 十六星我们 再解释一次 他可以分为 八忍八智 那 忍他能够 断祸 智能够正理 先是断祸在正理 所以先忍 再来是智 忍又分为 他有分这个针对欲戒和善恶戒 所以针对 欲戒 他 断除欲戒见祸 这个叫做法智忍 断除善恶戒见祸 这个叫类智忍 那同样日 这个智 他也 有针对这个 欲戒和 善恶戒 他做一个分别 印证欲戒地理 这个叫做法智 印证善恶戒地理 这个叫做类智 虎籍灭道 各有 法智忍 法智 类智忍 类智四星 所以 四星乘以 四地 就是十六星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了 法智忍 法智 类智忍 类智 这个就是 眼智明觉 按照有部的解说 所以下面 通过这个 表格 就比较清楚了嘛 针对欲戒的就是这个法智忍 法智 针对善恶戒的就是类智忍 类智 然后呢 忍他是断货 智呢 是正理 那其中啊 金部跟有部的一个差别 在于第十六星 道类智 这个 道类智啊 他就是正果啦 那这个 他是到底是见到位还是修到位呢 有部把他判为修到位 金部把他判为见到位 所以这个金部他 像有部啊 他讲见到跟正果 他是不同的结位 他分开讲 可是如果金部啊 或者是 陈石润啊 他见到里面啊 就含色着这个正出果 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讲建于地平 最后面有讲到说这个金中对于 初德道相的一个描述啊 见法 知法 打法 然后呢什么 不随他教啊 杜诸遗祸啊 安住果中 这既是讲见到 他也是在讲 他说这个初德道相嘛 他就是把见到跟正果 他把它合在一起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看讲义 第一页最下方 刚才讲到这个十二形象 所以下面是解释 三转是 是第十二形象嘛 所以我们刚讲到三转有 事项转 劝学转 引证转 事项转是说 此事苦 此事疾 此事灭 此事道 这个是针对见到 劝学转说 此苦应骗之 此疾应永灭 此灭应作证 此道应休息 这个是针对修道 再来是引证转 说 此苦以骗之 此疾以永断 此灭以作证 此道以休息 这个是针对无学道 以苦地为例 在每一转中 都生起 眼智明觉 四形象 有三转嘛 三转乘以 四 等于十二形象 极灭道地 也各具 十二形象 我们刚刚讲有三转 四转 劝转 正转 四转由眼智明觉 四转由眼智明觉 乘以三转 等于十二形象 那这个是针对一帝呀 四帝的话 就是乘以 十二有四十八形象 当他讲 十二形象的时候 是针对其中一帝来讲 在大皮婆沙润第七十九卷 针对眼智明觉 做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眼就是法智人 智就是法智 明就是类智人 绝就是类智 第二种解释呢 眼是关键之意 智是决断之意 明是照了之意 绝是警察之意 第一种解释是针对见道 第二种解释是通于见道修道无学道 接着我们看对见线官的第二个批判 你见线官者说 了之所有吉相都是灭相 获得法眼镜 如果这样 就应以二心得道 一是吉心 二是灭心 然而你的主张并非如此 就说见线官我们刚才讲 主要有三部 有部 金部 独子部 有部是十五星得道 十五星见道 正果的第十六星 道类智是属于修道 金部 他是十六星见道 因为他把第十六星纳入见道位 独子部主张十二星见道 就是十六星里面 除去这个类智人 所以这个部分我在 投影片上说明一下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得道 得道就是得圣道的意思 那圣道啊 以圣文圣来讲 有这个 虚头环道 有四道嘛 司陀寒道 阿那寒道 阿罗汉道 那比如说以佛陀来讲他是佛道嘛 那在诚实论里面 他是主张赤帝政 赤帝政就是说 你 正道的时候啊 就是说 正果的时候一定是从虚头环开始的 虚头环 司陀寒 阿那寒 阿罗汉 那有部啊 他是他 他有承认超越政啊 像比如说这个郁家长者 经里面一讲他就是这个阿那寒果 所以有部 有部是这样 有部的学说可以是这样 凡夫阿他修禅定 修禅定可以断货 可以断烦恼 他在凡夫的结位啊 他就已经 断了一些烦恼 然后呢 他 然后啊 凡夫阿 他修这个官啊 他见道了 这个 他所见得到 一般如果按照赤帝政的讲法 他这个道是虚头环道嘛 可是我们现在讲是有部喔 所以这个见道可能就是 他可能是几种情况 他可以超越政 因为他在凡夫的时候 他就断烦恼 所以呢 这个 他可以是 可以是 虚头环果 可以是 斯陀寒果 可以是 阿那寒果 那这个道啊 就可能是 虚头环道 斯陀寒道 阿那 寒道 这样各位了解吗 那原理是这样 禅定啊 从初禅到二禅 他中间他必须 初定做官 他要心上厌下嘛 心上厌下 心上厌下的时候可以断下地烦恼 那当 这个 他如果要正这个 非想非非想处 的话 他在这个无所有处的时候啊 他出了无所有处定 然后他要 去官说这个无所有处定是出造的 然后这个 非想非非想处是 这个圣妙的 那所以呢 他禅定啊 最多只能断 最高只能断至这个 无所有处烦恼 最高只能断到无所有处 他 这个凡夫是不能得灭禁定的 最高只能到无所有处烦恼 非想非非想处的烦恼他不能断 所以呢 这个见到啊 凡夫修禅定啊 他最高只能到阿纳恼 他没有办法直接跳到阿罗汉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十二星见到 因为读止步的学说 我 没有看到说他到底是 这个次第症还是 主张可以超越症 那如果讲说这个十二星见到啊 因为假设如果他是有 超越症的话 那这个见到就包含了 他可能是虚头恼道 可能是四驼恼道 可能是阿纳恼道 十二星见到以虎地为例啦 他反过来啊 他是先至再人 法治是针对欲戒嘛 所以呢 苦法治是观 欲戒苦地 法治是观这个苦地断了还是没断 以苦地来讲 有三星啦 苦法治 第一个是苦法治 观欲戒苦地 第二个是苦法治人 他是观欲戒苦地 见或 到底是断了还是没断 就是说他要做一个确认啦 然后第三个是苦类治 观善恶戒苦地 为什么没有苦类治人呢 因为这个类治人是要去审查 到底 见货断了 还是没有断 那因为 到苦类治的时候啊 他三界的见货已经 都断干净了 他不需要再去审查 就说 对于欲戒苦地 到底见货断了没啊 我要之所以做这个审查 是因为 他仍有上二界苦地的 上二界见货的缘故 第一星先观欲戒苦地 第二星呢 是去审查 到底这个 苦地见货 欲戒苦地见货 断了还是没断 那之所以要做这个 审查呢 是因为啊 他仍有这个 涉界无涉界 苦地 见货的缘故 所以他要去做 这样的一个审查 第三星是苦类治 他观上二界苦地 那因为到这里啊 这个 三界的苦地 见货 都已经 灭除了 所以就不需要 再由苦类治人 去做这个 审查 到底苦地断了 还是没断 这个是 读止步的说法 所以苦地有三星 四地乘以三星 等于十二星 与此类推啦 第四个是 极法治 第五个是 极法治人 第六个是 极类治 第七个是 灭法治 第八个是 灭法治人 第九个是 灭类治 第十个是 道法治 第十一个是 道法治人 第十二个是 道类治 第十二个是 再来是 第十三个批判 你见现观者说 立志会之人 见次舍诸恶 像这样的话 也不应只有 十六星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讲到这个断烦恼 在讲烦恼论的时候 陈诗论他是 引用辅科玉精 像这个工匠 他每天手握辅柄 他不知道到底 每天磨损了多少辅柄 这个手握辅柄 磨损辅柄 他就是在比喻 断烦恼 陈诗论就根据这个经文 他说 同样的 行者 他也不知道他每天 到底断了多少烦恼 他是以这个 无量的 智星 去断烦恼 而见到的 所以 有部是主张 十五星 见到第十六星 正果 那 他见四圣地的星 总共有十六星 那陈诗论说 是无量的星 以无量星来见到 没有办法 说就是这特定的这十六种星 这是陈诗论的主张 再来第四个批判 你见现观者说 漏镜经说 能知色等 正得漏镜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这个 漏镜经就是 辅科玉经 这里他的这个引用态简略 我应该要再补上去啦 就是说 你如果看讲义 就知道说 赤底品的这个讲义 漏镜经说 能知色等 正得漏镜 行者 他不能自知 每天到底灭了多少烦恼 由于常常修习的缘故 因此得以灭除猪肉 那根据 针对这个对方的说法 陈诗论就这样说 像你这样说就应有无量星啦 并不是只有十六星而已 再来第五个批判 你说眼智明慧 这个就是 十六星 佛陀亲自在 亲自说在赤地中得眼智明慧 但是并没有说赤地有十六星 就说 经文中只讲到眼智明慧啊 并没有讲到你说的那十六种星啊 再来第六个批判 你见现观者说 佛陀亲口说 见赤见四圣地 就好像爬楼梯 这个经文我们刚才有读过嘛 杂含经第四三六经 就是说 这个经文他把第1个阶梯比喻为关键 就是 对于第1个阶梯比喻为现观 苦地 那必须要登上第1阶 才有办法 次第登上第2、第3、第4阶 就是说要必须现观了苦地 才能够现观极地、灭地、道地 那我们刚才也讲过说 这个经文在南传里面是没有的 完全对应的经文是没有的 辟域好像 辟域好像是有 可是这个 讲见先观完全没有 所以这里 陈时论他回答说 我没有诵习过此经 就说在他所诵的这个阿涵里面 是没有这部经的 假设真有此经 应当舍弃 因为不顺法相的缘故 我们看一下这个 最后一页 相关文献 南传相应部 第56 第相应第30经 这个经文我印象中北传没有 那 他是这个南传 的论书里面 拿这个经文 作为顿线观的校正 很多长老比丘 就说从起实归 就说已经 吃饱了 在 讲堂集会巨作 这样子 谈论 朋友 学友们 这个 见苦者 他也见到苦极 也见到苦灭 也见到这个苦灭道吗 这时 这时这个尊者 怯犯菩提 就这样子说 说他在世尊这里 曾经亲自这样子听闻 佛陀佛 佛陀这么说 彼丘门 见苦者 亦见苦极 亦见苦灭 亦见苦灭道 见苦极者 亦见苦 亦见苦灭 亦见苦灭道 亦见苦灭者 亦见苦 亦见苦极 亦见苦灭道 亦见苦灭道者 亦见苦亦见苦极 亦见苦灭 所以 四地中 只要见到任何一地 就可以见到其他三地 这个经文的这个证据就在这里 所以顿线官有校正 那这个是存在于南传上座部的这个 所 所保留的这个经文中 那 见线官的校正 他是在 北传杂亚寒经 杂亚寒经被认为是 说一切有部所编 就是现存的杂亚寒经 他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系统 再来第七点批判 你说 你说种种烦恼在四地中有四种异邪行 异邪行 这里是指邪见 也就是 没有苦极灭道 那有异邪行就有异正行 那 异邪行是无苦极灭道 那异正行就是 知苦之极之灭之道 这个是反方的说法 那陈时润就批判说 对于五蕴等等 也应有 易邪行 有这些种种的邪见 随着异所邪行 都应当生其治 如此则不应 只以十六星得道 所以这里 陈时润他的一个 批评的一个 方式 都是专攻这个 十六星 来批判 再来第八项批判 你见现观者说 应以定心分别 此苦 此苦因此苦灭 此苦灭道 如果在一念中 怎能这样确定的分别 那针对这样的说法 陈时润批判说 在色等中 也应分别 此色 此色及 此色灭 等等 就是说 五蕴做这样的分别 如此不应 如有部所讲的这个 苦法治人 这些十六星 所以结论 行者 他不是以四地而得道 他是根据一地 也就是 灭地 见到苦灭 这个叫做最初得道 根据建法等种种理由的缘故 就是说 这是出于 杂阿含经第306经 是在我们讲 至项品 最后一份讲义 讲义务 那这里再问 怎么样知见才能够见法 其实见法就是见到的意思 所以 佛陀他这样子解释说 他说 我们 以眼色为缘 升起眼色 三四合合处 处同时升起受响失 这 这四种无色因 加上眼色 这四无色因就是 是 受响失 再加上色运 这叫做五运 五运就称为人 对于这些法 就是这些五运法 这些有运法 产生 这种 实有众生 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想法 就是说 因为 这里讲的说 我们这个 自我的概念 是怎么来的呢 他这里是说 透过一个认识的过程 眼看到色境 产生眼视 然后进一步升起受响失 就是透过这些认识过程 所申取的五运 把这个五运当成是我 所以这边才会讲到说 我眼见色 我耳闻生 我鼻秀香 就是透过认识过程中 认为有一个我存在 然后进一步会说 这个我叫什么名字 吃什么 受什么苦乐 活多久 这些都只是一个言说而已 都只是一个 没有实在性 那 他刚才解释的这个 我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接下来讲说 怎么样去观呢 他说 这个五运 都是无常 都是有为的 以私愿为原而生 凡是这些 无常有为 私愿 为原而生的 他们就是苦 而这个苦 这个苦就是指这些五运 这些无常有为的这些法 这个五运 他是生的时候苦 住的时候苦 灭的时候苦 不断的生起 一切都是苦 当这个 比苦 没有胜于断除 就是指这个五运 当他断 土 静 离遇 灭 息 末 其余的五运 不再相续 不出生 这就是讲这个 先观无常苦 然后观到他的生灭 然后观到说他整个都灭了 然后不再生起 这个是一个极灭 圣庙的一个境界 就是舍一切执着 有余就是指执着的意思 然后一切爱尽 无欲 灭尽 涅槃 就说要观到这个五运灭 这就是涅槃境界 然后接下来一个重点 讲到说 若有余此诸法 这里的此诸法就是指这个五运灭尽的涅槃境界 心能够随入住 解脱 不退转 然后认为说 没有一个我 这样子之鉴叫做鉴法 就是说 心要能够去入涅槃 然后这个解脱 其实应该翻译成信解 信解 信解就是指说 能够信解涅槃 能够好乐涅槃 不畏惧 像有些人他发现 他如果有时候说 找不到我他会害怕 然后见到通通灭了 他会恐惧 那这个就叫做没有信解 所以当你见到的时候 你必须要内心能够去入 要能够好乐涅槃 信解涅槃 然后能够不退转 这样子才叫做鉴法 所以陈诗润他是根据这个经文 他说 鉴灭地才叫做得道 鉴到灭地就是鉴法 所以我们 这个 顿线关与鉴线关 我们讲解完毕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我们接着看 刚才发的讲义 空心与鉴到 这个是我硕士论文里面的第五章 我把它做大幅度的修改 那 这边的内容 其实就是在讲 就是说 在讲 第1个部分在讲 第1个部分鉴到的内容 其实就是在讲 鉴四地得道 和鉴灭地得道 那我先检略复习一下 陈诗润讲的这个 灭三星 陈诗润整个修行历程 简单来讲 就叫做灭三星 首先是要灭假明星 这个是在 从念初位迈入四三根位的分界 假明星就是把假明当成是实在 那当灭了假明星呢 这时候修行者他就迈入法星的阶段 法星就是把五蕴这些有违法当成是真实 那这个 这里假明星的灭除 只能叫做 浮灭 并不是根本灭 因为 呃 就是说 假明 就是 我们这个人 这个众生 那 我们现在啊 去看到啊 原来人 是由五蕴 所合合而成的 我们见到了五蕴 然后我们破了这个众生相 这样 在诚实论里面做了这样一个批语 他说这个众生被比喻为是树啊 然后呢 这个五蕴被比喻是灰炭 那我们要 破除这个对树的这种执着 一个方法就是去 砍发这个树 然后啊 把它烧成灰 但是你光烧成灰还是不够 因为你看到这个烧圣的灰镜啊 你又会联想到以前那个树 所以一个 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连这个灰啊 也一起清除 所以在这里啊 虽然灭了这个 甲明星 而成为 法星 但是因为仍然 把 因为仍然执着五蕴的缘故啊 这个甲明星啊 还是可以再生起的 所以这个 这里的灭叫做浮灭 那这个法星要 灭除呢 这个是 再见到位 法星灭了这个时候就是空星啦 这个空就是指涅槃 以涅槃作为 这个至星的所缘 叫做空星 那空星啊 如果能够灭除 就成为阿罗汉果 那空星要怎么灭呢 以第八解脱灭禁定来灭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 在见到位的这个空星 我在这篇论文里面啊 空星与见到这个部分 我是分 两个段落 第一个是见到的内容 也就是探讨 见四地得道与见灭地得道 那第二个部分是见到的程序 也就是四地见线官和四地顿线官 见到又称为 见法 在诚实论里面 他转述 经中所说见法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们刚才有讲过 凡此苦灭 此苦就是指这个有为的五蕴 其他的这个苦也就是五蕴 不生起 再也没有相续 行者心念这里这个的 极灭为妙 这是去意念这个五蕴灭境的 这样的一个极灭为妙 也就是舍弃一切虚妄 贪爱通通都灭了 凡是在此法中 此法就是指涅槃 心能够去路 能够性解 性解就是刚讲的 能够好乐涅槃 不畏惧 不动摇 不退转 不忧虑 不经步 从此以来 名为剑法 所以这里讲到说 剑法就是能够见到五蕴通通都灭了 而且 心能够去路涅槃 能够好乐涅槃 能够不动摇 不退转 不害怕 这个叫做剑法 根据这个经文 剑法或剑道 所见对象是 极灭为妙的涅槃 诚实论将能照见涅槃的智星 称为空星 修行者 能否锻炼心智 达到空星 成为 剑道与否的关键 刚才所讲的这个剑道思想 他是属于 剑灭地得道 这样的剑道论被中国佛学家说 说叫做 剑空得道 这个空是指 五蕴静灭的涅槃 涅槃本身 也不是石油的 就说空是指涅槃 这涅槃他并非石油 另外一种 是叫做 见四地得道 被中国佛学家称为 见有得道 那这个有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 第一个是指 四地妙有 就是说这个 四圣地是石油 第二个 虽然得道人空 于五蕴法内 见有 所以叫做见有 第二点就是讲说 把五蕴当成石油 所以所谓见有得道 他是这个有分两方面 第一个 所谓 第一个是指说 四地是石油 第二个是指五蕴是石油 那在这里这个解释 其实他是以 有部的学说 作为代表 有部 以四地为石油 侧见四地之理 即为见道 此外 有部 他所谓的空 他只发展到 人空的阶段 他认为说 这个 一切 诸法是石油 他没有达到 法空的层次 所以有见有得道的 称呼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见四地 我先讲一下这个关系 主张见四地得道 这个 这个就是 一定是见现观嘛 主张见灭地得道 这个 一定是顿线观嘛 所以我们刚提到说 见现观的主张者 有 金部、有部、独子部嘛 那他们也是主张见四地得道的 那顿线观的主张者 我们刚才讲了 像有大众部、划地部、法杖部 南传上座部 还有陈时润 但是我们刚讲到说 顿线观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随观一地 就可以见到其他三地 另外一种是要 见到灭地 只见灭地就可以见其他三地 所以就见灭地得道来讲的话 就 包括了这个法杖部跟陈时润 所以主张见四地得道的有 有部、金部、独子部 那我稍微区分一下他们学说的一个 一个意统啦 首先我们先看有部 有部学说的特色是什么 人空法有 那在法有的部分呢 他是 讲 一切法时有 三世时有 他也讲法有 那独子部跟有部 差别在哪里 他也讲法有 他的这个法有呢 也是 一切法时有 也是三世时有 也是三世时有 差别在哪呢 差别在他主张人有 有部是人空 独子部是人有 他的有是什么 时有这个 非极运离运的我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一个差别吗 有部 有部主张人空 独子部 主张人有 其他的 他们的学说是 就法有的部分是一样的 所以啊 有部他 独子部他是一个极端的持有论者 那因为 他主张 有这个 有这个我啊 这个我和五蕴是 不依不义 不疾不离的关系 所以啊 他被批评为是 付佛法外道 我们之前讲过说 佛法不供外道的特色 是什么 就说各位作为一个佛教徒 而没有成为其他宗教的信徒 那 佛教的一个特色 到底是 在哪里呢 我 我 我那时候简单的讲说 从这个思想跟 常观来讲啊 禅修的方式 不 不同于外道啊 他只修定 佛教除了修定 还修这个观啊 那由这个 观的修法导出他独特的一个结论就是 无我 那这个无我啊 不但是 没有个体 没有这个常恨不变的个体灵魂 也没有创造这个 个体灵魂的这个至上神的存在 所以无我他否定的两种我 大我跟小我通通都否定了 当然独子部他没有讲大我 可是他说有小我存在 那这样子 这个在佛 他已经违背了佛教的他的一个根本精神 他的特色啦 所以被说为是 赴佛法外道 可是各位不要小看这个 独子部啊 他在印 他在印度的时候 他的势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 外道的 由我论 一直想要用各种形式 渗透到佛教里面来 一直想要这样子渗透进来 所以你在大圣里面 你会看到这种 反反复复的这种 好像说我又不是 那样的一种 那样的一种表现 他就好像说我可是又又用另外一种角度 他独子部啊 他底下分了四部 正量 法 法上 弦奏 密林山啊 这个独子戏他的势力是很大的 那样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